一区便宜一区多钱呢 大概 一区有 你上两天还是有一万多块钱 两万多块钱给你 顶楼啊 不是顶楼 几楼啊 二三楼 关注鬼头 带你看真实房价 咱们现在的位置是黑龙江城 大庆市鸿港区 在鬼阁面前有个小区 叫创业小区 然后发现这的房子 二楼三四万块钱 一个 这有一个电话 我先把这个电话抄上 五六万 三四万 都有 五六万 三四万都有 反正好楼前我说的 二楼 三楼啥的 那好楼中说是一楼 一楼最好些 那些都套套 三楼买法 一楼 钱都买 一楼五万多 一楼五万多 六万多 便宜就是一区三区那便宜 五区八区便宜 这是几区啊 八区六区不行 你说三区一区三区便宜 咱老开市一区三区买的 这还不便宜呢 一区便宜一区多钱呢 大哥 一区有 你上两天还是有一万多块钱 两万多块钱的你 订楼啊 不是订楼 几楼啊 二三楼 二三楼 一楼有一个两万一就买的 咱也不知道 这个买的 那边 一区个哪边 跟那边啊 那边 这边不便宜啊 这边都有六七万的 就张家买的这个 头两天买的七万五了 他买的贵了 我看他要抹杂装修 三万一 那娘 你去哪去啊 是这儿去吗 我不是 我是农村的山村 我说你都给卖了吧 冬天来 这是你儿子给你买的 冬天在这住 上天就回去 我那时候买的便宜 我那时候买的是三万八 多少便宜啊 六十多 六十多 三万八 对了 咱们俩就是一样的 五十二点几 咱们的房子一年一样 六十多是公盘总算 那装了吗 装了吗 那直接装的啊 装的话多少钱呢 哎呦 下来也就十了万 也行 老太太整个房子也十了万呢 你首先到大庆 到大庆之后你就导航 采游酒厂 直接就能到这个小区 明白了吧 所以不要私信鬼阔 说这回怎么着怎么来 医区还能往怎么着啊 医区还能能走啊 医区 北边那过去的路 北边 得出来这个路啊 对 过去的路 北边那一家 看看这裏上面铺啥都有啊 这边下 嗯 这不也挺便利嘛 冠天口游管啥都喊啥都喊啥呢 他说的医区吧 就在前面 过的这块就是 我们不要老习惯在评论区喷 说这地方又房了又便宜了 又怎么那么地了 其实咱就说最实在的 曾经几十年前 大庆产油 那供给咱们全中国人民 他奉献了自己 这个都是以前 三十多年以前建的楼 那个时候就非常非常好 就盼店喊着啊 我直接拉开你 地方真挺好 这夏天得老太近了 鬼哥直接回车上打电话 现在手里有三个电话的 喂你好 咱家在那个彩油酒厂 那个医区有个二楼卖啊 对 你那是多月平的啊 就是那个房本呢是 六十二点几好像 反正六十多点我没太记住 还是老是装 有没装的房子租了 你卖了完就给盗 啊 租多少一个月租的 三千五 一年 啊 一年三千五 嗯 早先租五千里 哎呀后来这房子就不值钱嘛 这家奖奖的 都有闺女跟奖的 她也也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她的房子 也不知道是啥行情 这么降的三千五 人说给多少她就借东西 嗯 她那个取暖费是那谁管呢 三千五 哎呦我天呐 取暖费啥都归我们自己管呗 最怕呀 那去的取暖费六十多平 你到时候 十平 剩一千块钱 一千都剩不上 那租不租的啥劲呢 反正就闹个人开房吧 对你说这对了 之前租五千的时候 那是小两口住 石头地也挺干的 也挺好的 嗯 就这么点心 那就是挣一千不是一千嘛 人家说房了 不怕住怕扣 咱家这房咋卖的 哎呀 那这多少钱 你我跟你说 我也就五千万里吧 不是五万 说差了 我说差了 哈哈哈 你吓我一跳 哎呦我 我有点吸了糊涂 那是我闺女房子 我闺女出去打工去了 嗯 我闺女吧 我跟你说实 也就一个人 嗯 公孩上大学 我就这么点 可这住这不是有点少吗 她看她是理发的 就这么点 后来就出了大 就疫情期间我这么 啥也不好干呢 大姨你少多些钱不行吧 你就说 你看你多钱能要 我看你这也都不是 你这么点 大姨 嗯 你这么点啊 嗯 你就说你少多些不慢 不行 那就十万块钱 孩子俩 俩孩子 完了等到孩子上初中了 呃 这下都会走的 就这么玩 这么着 放我这初中的 啊 行 大姨 我把你电话捶上 那我再留着留着 二楼62坪 万给鬼哥给他存上 谁要给谁 便宜不 这挺便宜哈 喂你好 喂你好 二楼有个两代户的 呃 就是四十几个二大北深间那种 呃 我一要四万五 嗯 就是明明你的意思了 要四万五 就是真买的话 四万呗 对 你们觉得怎样呢 在评论区 留下你们的评论 好了 找到这一期大青史探访 就到这下期再见 再见